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吗 可惜现在已经坏了 我刚去了一趟法务部 这是他们拟好的解约协议 如果你的元月社真的这么不满 我们同意解约 不过搞件不退 使用权归我们 还得向你追缴两倍的罚金 是你们过意刁难在先 居然还有脸罚我 是谁一直拒绝沟通 不按照合同办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要不要我把聊天记录 给你翻出来再回忆一遍 我之前一直不追究 是因为我们元月社是大社 犯不着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 就下场跟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画手撕来撕去 影响我们元月社和咒传老师的声誉 你骂谁呢 但现在就不同了 你到处诉苦 拿着画稿 在各种画手群里四处攻击我 难道忘了合约里的保密条款 单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你解约 你们现在这么做 以后不会有画手愿意和你们合作 这个就不烦您费心了 我们夏老师已经请了著名的书法家 来给骤川老师的书提词 用书法做封面 亏你们想得出来 这是我们月光的官博 才过了多久 转发就已经破万了 下面的读者一片欢呼 说这次骤川与元月社的合作 是一场新锐与传统的跨界 在这种情况下解约 对我们来说丝毫没有影响 但对你可就不一样咯 过不了多久 大家就都会说我们元月社和你解约 是因为你的画作不过而而 说吧 你想怎么跳 第二种方案不退稿 之前的事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 但你得签一个补充协议 答应你的画稿只用在海报或者内封 是做内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有一句真心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你的能力的确很出众 但才怪我年少无知 还真的喜欢过你